欢迎收看PeopleWebcast 关心公共议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平常我们最常看到的是公民团体走上街头 陈情抗议或者是开记者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是最近有一个团体 他们用柔性的艺术方式 表达对于土地正义的关心 那是来自于肖子和舞蹈团的一群年轻的朋友 他们用舞蹈结合戏剧的方式 陈述政府土地征收对人民造成的迫害以及伤害 1月11号12号两天 他们在苗栗大浦被拆除的张药房旁的空地上演出 公民记者杰丽记录了演出片段 肖子汉团长 其实他发现的是有一些社会议题 然后土地议题 然后跟征收有关的 结果都是那个比较弱势的那个农民 然后土地被拆除 然后变得流离失所 然后无教可贵 所以他想利用他的舞蹈方面的艺术专长 然后烟谷 然后帮这个这片土地发生 他现场其实有 算是行动剧 因为有不同的表演的地点 那到后来就是在那片黄土地上面有一群就是红衣的舞者 那肖子汉团长他就是跟一位男舞者 然后一开始是申请的那个对手戏 那个超团长其实就是饰演那个彭秀春 那那位男舞者就是饰演张春文 那他们在表演里面呢 因为现实上其实那个张春文先生是没有好好的跟彭秀春调别 那所以就是小团长把这个现实的状况然后表现在那个他的舞蹈里面 那在舞蹈里面男舞者就是跟这个小团长就是好好的默默的 然后慢慢的来做一个道别 那代表张春文先生跟那个彭秀春明士 那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些躺在地上啊 然后自己算是很强烈的 然后很纠结的在彭秀春的 那其实也一方面显示着就是现实的跟土地跟人 然后跟人手有关的一些军情在里面 我去现然后那个记录然后也算是观赏了 所以出那个行动剧 那其实他们有用艺术的方式然后结合实施的议题 那融入他们的这个行动剧舞蹈里面 那现场呢其实蛮多观众的 那有一些朋友其实是长期就在关注大浦议题的 那有些观众呢是第一次来到大浦 那有一些是从台北从南投然后或者甚至更远的地方来 那其实他们平常都有在网路上关心大浦议题 然后关心那个秀春节啊 那他们有一些看着这一次的这个舞蹈表演 然后一次来到大浦 然后他们表演完之后 就是秀春节在里面也有一个那个桥段就是表演 他们表演完之后那这些民众啊还蛮热络 还蛮清晰的去那个慰问那个彭大姐这样子 其实他们这样子不同的那个经典表演下来 其实还蛮令人感动的 那也讽刺了政府 然后讽刺了那种利益跟金钱 还有权力的那种结构 然后到最后那彭大姐然后很深深温馨的 解开了那个那个手上的那个绳子 然后算是他自己也解放了 然后也解放了类似这样子的土地的走迷的人们 透过艺术表演的方式表达土地被征收者遭受到的压迫 而更让人感动的是主角彭秀春大姐也在表演的最后参与了演出 而这样柔性的艺术表演方式也吸引了很多原本不见得会走上街头的观众 一起到现场来关心这个争议的议题 而这其实并不是肖子和舞蹈团第一次用这样子的方式关心土地正义 之前他们就曾经在台北市的华光社区演出过 Pepo校园采访中心的公民记者政大大学报 完整记录了他们的演出以及理念 一起去看看 衣服及木片散落满地 水管破裂 垃圾被恶意丢弃 自身许多蚊虫 对照门楣上的幸福满人间显得格外讽刺 由肖子汉所带领的舞蹈团队 选择在被拆除的华光社区作为舞台 希望借由舞蹈带领公民更加关注议题 一个政府为什么会把一个好手好脚 而且他自己白手起家 然后也不偷不抢的人 变成像个游民一样 在捡回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像这被拆迁居民的女舞者 诡异的笑声听不见快乐 她肯使着树枝 砖头 甚至婴儿 到底我们是吃掉了什么之后 已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金装 随着我们叠上去 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或者是思考 到底是更限缩 还是因为这些金装 我们真的占得更高 演出结束后的说明会上 华光社区居民批评政府 注重有心的都市更新 却忘了无形的情感 我们这边是个很老的社区 大家都是眼看着对方老 眼看着对方长大的 就是大家对一个社区 它那种脉络的重要 这块大家是看不到的 经由连续两天的演出 肖子汉所带领的舞团打动许多人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式 公共议题需要更多人一起来关心 也谢谢公民记者的用心记录 让我们看到台湾还有这么多 来自民间自发性的力量 在关心着公理与正义 PaperWebCast 我们下次见